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9号星期四 那么今天呢 两四三大股子继续上涨 大盘呢已经是连续四个交易日 在年线上方 基本上这个地方已经站稳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一目了然 那么今天是节前的第二个交易日 明天最后一个交易 当然明天呢我也会详细的给大家分析 我们整个一月份 月线月K线的总结 周K线的总结 都要给大家在明天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那么大盘呢 最近四个交易日在年线上方站稳 成交量方面我们看到 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 就是说没有过分的缩量 也没有明显放量 尤其是在1月16号 这一天是放量站上年线的 说明当前年线的支撑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说明天呢 还有一个交易日啊 我认为会持续上工啊 那么在节后呢 我认为仍将持续维持中线上行的走势啊 那么阶段性的目标就是粉红色 这个上行通道的上轨啊 阶段性目标 当然中期的我们更啊 进一步看涨 我们说20整个2023年至少在上半年啊 大盘呢 仍将一路冲高啊 所以这两天从盘面来讲啊 各大赛道啊 低估值篮筹也好 数字经济 呃 这个大题材也好啊 然后包括啊 新能源呢 新能源车赛道啊 大消费题材 全线发力 所以当前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说一个投资机会 当然节前呢 呃 这几个交易日马上就结束了啊 呃 从一月份的这个 呃 从月初到现在 境外资金通过港股通 北向啊 资金流入A股啊 这样的一个力度非常强 截至到今天为止呢 呃 大约是净流入已经达到1000个亿啊 整个呃 从1月1号到1月3号到目前1000个亿 那么这1000个亿的北向资金净流入 基本上已经超过了整个2022年的全年 显示呢 国际上啊 一些呃 主要的投资机构是看好我们A股的后市投资机会的 所以眼下呢 最近的半个多月就是集中抢筹啊 集中抢筹 那么节前抢筹 节后将面临啊 进一步的加速向上拉升啊 的这个机会 那么就是为节后行情啊 大涨的这一波趋势啊 整个上半年也好 呃 我认为整个在上半年 主要这个阶段啊 将作为一个呃 为这样的一个大的拉升啊 呃 为争取这样的一个赚钱机会 在做铺垫 做准备啊 所以眼下呢 大家一定是坚定看涨A股啊 整个在至少在上半年这个阶段啊 首先呢 中期来讲就是一季度啊 二月份三月份问题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趋势性一路向上 呃 我们看一下三极大均线 年线 半年线 季线 月线 都已被踩在脚下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说整个市场呢 将介入加进啊 目前呢 板块浓洞也好 还是各大赛道啊 我们看到都有不错的表现机会 当然一条主线 我反复跟大家讲就是围绕年线啊 这些整个呃 2022年啊 这个呃 年报啊 这个里边的一些呃 公布的情况 尤其是财务大幅预争的净利润呢 同比大幅上涨的啊 这些优质的个股 你还可以继续分低可以啊 加仓也好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说结后分低啊 继续可以呃 呃 继续可以买入啊 重仓介入 所以节前中体上啊 这一个思路就是什么 就是啊 呃 仓位呢 首先我们说不能清仓啊 现在要把仓位及时的加上来 完了呢 持股过节啊 持股过节是一个啊 基本的思路 同时呢 也提醒一部分朋友 一定要改变熊市思维啊 眼下还有很多朋友 从过往的这个两到三年的 这个所谓啊 大盘的调整啊 个股啊 啊 很多说套在里边了啊 现在还是没从这个整个的熊市 阴影当中摆脱出来啊 那么眼下最紧要做的工作 如果你手里边的个股呢 呃 基本面还不错啊 尤其三季报啊 包括去年的半年报 去年三季报 接下来的年报的这个预披露方面 那业绩是蒸蒸日上的 而且股价现在还在低位的 如果有咸鱼的资金 我建议还是要加仓啊 加长 那么一定是呃 要博取我们2023年 主要这波投资机会 那么23 2023年也是我们从三年疫情的 这个空境中走出来 满血复活的一年啊 整个呃 尤其是上半年 我是最看好的啊 上半年呃 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 一定要抓抓好啊 呃 抓住 呃 那么眼下来看呢 呃 市场呢 已经介入加进 我刚才讲啊 这个年限已经拿下 后续一路上涨啊 那么大盘本身呢 从中期的角度来讲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今年很有希望呢 做到什么呢 做到4000点左右啊 这个整个我们说 A股大盘上面的 这个压力线附近啊 6124和5178连线附近 很可能呢 给你涨到这个位置啊 现在就是月线级别 我认为就是加速 一路上扬啊 那么到这个压力线 这儿对吧 这才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所以眼下看 不管是低估值蓝筹 为主的券商 银行保险 还有房地产 后续的支持 整个的机会 还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题材 不刚是今天了啊 最近几天 这个数字经济啊 数字经济整个这 这个大赛道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是全面的啊 上涨 对吧 不管是性创题材 还是国产软件 还是芯片概念啊 芯片板块 信息安全 大数据 数据中心啊 然后其他方面 包括什么智能医疗啊 数字蓝生啊 电子身份证 是所有的这一类 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纳为 数字经济的范畴 你包括工业互联网啊 工业互联 然后物联网啊 包括这个工业母鸡啊 鸿蒙概念 智慧城市啊 人工智 人工智能 智能交通 智慧政务 这都可以理解为是数据 数字经济的 这个大题材啊 所以数字经济呢 这个概念啊 比较大啊 比较大 那么什么叫数字经济呢 其实就是产业数字化 所谓产业数字化呢 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产业 比如说传统的农业 传统的制造业 传统的这些矿业啊 其他的能源行业也好 其他的政务方面 我们要进行 信息化 数字化的改造啊 改造升级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个 液态就叫数字经济 所以从2017年到2021年啊 整个五年 五年当中啊 272829啊 然后呢 2021年 五年当中啊 平均的年年化啊 这个增长率 整个这个数字经济的 每年的复合的市场规模的增长率 达到10%以上 2021年最新的统计在 45.5万亿啊 45.5万亿左右 占我们GDP大约是在39%左右啊 那么2022年最新的数据出来的话 就是数字经济呃 规模有可能啊 达到呃 50万亿左右啊 这是最新的数据还没有公布啊 但是根据10%的 这样一个呃 年年复合的市场的规模的增长率上面 看的话 2022年 刚刚过去的2022年 数字经济也占GDP的比重啊 将达到百分之百分之三十几啊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四十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增速应该是非常快的啊 所以说未来几年 我们说数字经济到2027年 对吧 像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这样的一个比重发展啊 占整个国民GDP的这个比重 所以说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的空间规模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里边呢 产业数字化的部分啊 比如说智慧政务 呃 智慧政务啊 智慧政务 然后呢 智能交通啊 比如说像数字货币啊 比如说像这个其他像这个电子生物证数字蓝生啊 智能医疗 呃 像远程办公啊 然后下方向在线旅游啊 人工智能一类啊 微微星导航我们也认为啊 也可以属于这一块 就整个跟大科技相关的啊 这个和我们实体经济的啊 这样一些呃 题材一些赛道 我们都把它归类归类到数字经济的范围啊 另外就是呃 数字化产业啊 数字化产业呢 具体的讲 其实就是硬件的底层就是芯片啊 芯片整个芯片赛道啊 芯片里面分为汽车芯片 然后呢 MCU芯片啊 IGBT概念啊 包括呃 我们讲的像其他的什么呃 这个所谓啊 三代半导体 淡化甲啊 这一类的 我们都把它归类到什么呢 归类到呃 数字产业化里边的硬件的部分啊 数字产业化硬件的部分啊 除了芯片之外 还有其他的像原器件啊 然后呢 比如像网络设备啊 提供呃 宽态服务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啊 提供我们国产操作系统啊 然后包括我们国产的显示呃 产品的啊 呃 这样啊 包括国产的服务器啊 国产的网络设备像路由器 交换机一类的 那么我们都把它归类到是数字产业化的硬件层面啊 这里边呢 我就不一给大家展开了 因为呃 我这里面讲就可以了啊 大家耐心听就可以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主要是硬件软件层面啊 软件层面就是呃 我们说一个是国产自主的操作系统 信息安全的产品啊 网络信息安全的这方面的硬件 软件方面的一些产品 这叫数字产业化的一些呃 这样一些赛道啊 除此之外 那么比如像数据库啊 比如说要软件开发平台 比如说像呃互联网平台啊 互联网平台 你比如说有有很多啊 互联网平台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啊 呃手机端的APP啊 APP对吧 基础基础的APP 比如说华为华为的鸿蒙啊 鸿蒙的操作系统 那他都属于数字产业化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数字产业化当中啊 这样呃为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对吧 只有数字产业化 把这个呃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叫数字化这个经济给他发展壮大 然后才能有效的支持我们传统产业进一步向数字化靠拢 向信息化靠拢 那么未来这个占比将越来越大 所以说我们说这期最近几天呢 呃整个这个大科技提产 你随便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看到都有不同程度的大涨啊 一个上涨 那我们看今天的盘面 其实跟最近最近几个交易日都非常的雷同啊 慢屏幕的这些热点赛道都是跟绝大部分都是大科技概念相关的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找一篮啊 比如EDI概念 对吧 芯片设计概念啊 芯片 呃IP概念 大数据概念 淡化甲概念 下方这个芯片概念 然后呢 边缘计算 用计算 区块链三代半导体 呃光刻机 呃 然后下方OLED 啊 OLED 对吧 东树蟋蟀量子科技 超清视频 无人驾驶 无人机 物联网3D打印 什么IIGC IIGC啊 就是人呃 人工智能这个内容制作方面 叫IGC啊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 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什么 都是数字经济的部分 所以这两天呢 这些板块不断的在走强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大健康啊 大健康赛道 那么今天呢 还要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说 呃 新能源车这个 呃 这个赛道啊 首先把新能源车的板块指数 给大家 给大家打开啊 这是它的一个月K线的走势 我们切换到周线周期下面啊 周线呢 我们看到这个新能源车呀 重要的两条大均线 周线级别 一个我们看三十一周均线 另外一个就是一百八十一周均线 一百八十一周啊 从长线来看 往往是啊 呃 我们说这个一波行情的牛熊分件线 那么新能源车啊 从呃 这个位置啊 大约是在2020年的这个八月份以来啊 七八月份以来 那么就一直处于这个整个的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看前期上涨之后 加速上涨之后 后面有一有有这么一波洗盘动作 尤其是在去年开始啊 然后呢 后边我们看到呃 洗盘完之后 然后反弹 然后呢 再度洗盘啊 洗盘到近期 我们看到这个连续几个月 哎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已经稳固啊 这个价托已经非常明显了 一百八十一周 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啊 接下来这个地方也是支撑 所以接下来新能源 新能源车概念指数 后续仍将一路上行啊 另外给大家讲一个事啊 就是说新能源车这个市场呢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速度 完全是超出很多那种所谓 搞市场调查公司的 他们的预测啊 比如说国际调查 国际数据调查公司 这个IDC的一个预测 预计呢 我们国家呃 新能源车的产量呢 呃 他是在2020年预测啊 他说预测说 2022年达到300万辆啊 产量达到300万辆就可以了 结果最新的数据 出来是多少呢 产量是700万辆 然后我们的销量呢 是将近690万辆 几乎是产销 处于平衡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数据 比他原先预测的大了一倍啊 大了一倍还要多 可见新能源车这个市场 现在正处于高速发展爆发的阶段 所以接下来新能源车赛道 我认为后市呢 会有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这里边呢 大家一定要认真了把握啊 当然新能源车有些细风龙头股啊 那么我在明天的这个讲解当中 我重点给大家还要把一个是数字经济板块 一个是新能源车赛道 这两大赛道的一些细风龙头股 都要在明天都要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作为我们春节的一个大礼包 送给大家免费参考 这个大家呢 务必要注意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像其他的赛道也不错啊 那么重点其实2023年我就看好两大条主线啊 当然低估值蓝筹也不错啊 但是我有一个突出的重点 一个就是数字经济这条主线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新能源车 这条赛道 那作为我们2023年 我们要想啊 跑赢大盘啊 能赚到更多的利润 那我们一定要存这两条主线下功夫 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